哈囉大家好,我是滴花 本集看點 馬爾科可以踢飛黃源 盧夫不行 無老星到底會不會進來 赤天使並不會被無老星控制 索隆vs陸基誰會贏 破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在海賊王1091話有幾個很有趣的一幕 是可以分析的 像是最後一頁,盧夫踢中了黃源 還產生了黑色閃電 黃源擋了下來 這原本是一個很正常的鏡頭 但把它轉到兩年前頂上就不正常了 當時馬爾科擋下了黃源的八尺窮鉤玉 然後飛過去踢了一腳 結果黃源直接被踢到牆角 這裡有人就會想 難道魯夫比兩年前的馬爾科爛嗎 但情況並沒有那麼單純 黃源為什麼沒被魯夫踢飛 首先就是黃源這個人其實是很愛演戲的 這個演戲並不是說他是臥底什麼的 而是他會依情況來讓自己實力下降 像是本貝克曼阻止黃源的時候 黃源是趕緊投降 但真正需要他的時候 黃源還是不顧本貝克曼的威脅跑了過去 本貝克曼也沒有阻止他 雙眼看著黃源去攻擊魯夫 這很明顯就是本貝克曼根本沒有辦法阻止黃源 但黃源前面還配合他演了一場戲 只能說韋田筆下的黃源 就是一個實力依情況忽高忽低的人物 真正需要他的時候 那才是他真正的實力 而黃源在擊倒戰逃完後 整個人都認真起來了 所以現在彈頭倒的黃源可以說是真正的實力 應該不會像前面一樣那裡演一下這裡演一下 第一 黃源會演 再來就是魯夫其實沒有使用權力 這也很明瞭 兩人交鋒的時候魯夫並沒有開檔 連最基本的二檔都沒有 所以這一下可以說是打招呼而已 之後戰鬥才是真正的開始 大家可以理解成兩年後的魯夫沒開檔 比兩年前權力的馬爾克還爛 那麼就合理許多了 第二還沒使用權力 再來就是當時是白屋子海團的高光時刻 意思就是要讓白屋子海團帥一下 喬茲擋下了鷹眼 馬爾克擋下了黃源 事實上最後黃源一下就擊敗馬爾克了 所以就只是劇情需要而已 實際上實力根本不在同個檔次 第三當時是屬於白屋子海團的時間 再來就是五老星到底會不會進來 如果依這個場面來看 草帽團是很有可能贏的 因為五老星如果不進來的話 那麼意味著赤天使並不會反抗 赤天使如果不反抗的話 那麼草帽團的戰力 是大於海軍的 但是五老星會進來的原因是什麼 像是前面赤天使的控制權 就有特別提到五老星這個人物為最高階 你都提到他了他還來了 那不就表示他會來控制嗎 如果五老星並不會來的話 那麼多加這個五老星的意義在哪裡 就比較不明了 除非你說後面故事還用的到 那還說得過去 第一特別提到最高控制權 還有五老星已經到了 有什麼理由不進來呢 有的話那就是讓草帽團成功撤退 那五老星親自出馬的意義又沒了 第二都親自出馬了 沒理由不進來 再來就是五老星的實力很有可能很堅強 首先就是階級關係 海軍的世界基本上都是越高階越強 大家覺得唯一的例外 可能就是五老星了 畢竟他們還沒有展現實力 但也沒有一種可能 他們並不是例外 如果五老星真的弱的話 那也輪不到裡面一個人拿起 海賊王最重要的刀 初代鬼側 雖然沒表明那就是初代鬼側 但是以外型來看 基本上那就是 再來就是五老星在聖地就展示過了 他們可能是果實能力者這件事情 如果他們沒實力的話 那麼就不會有這些東西的出現了 所以五老星很有可能是一個超強戰力 很有機會是可以超越黃源的存在 第三五老星可能很強 是一大戰力 還有之前說的肥葉伏筆 這個之前有給大家評論 大家都說這個高機率是伏筆 受傷的牛 VS魯夫 受傷的牛等於圖心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這篇 第四肥葉伏筆 講完進來的理論後 接下來來講講不進來的理論 五老星如果進來的話 而且他的實力與黃源差不多 或更強的話 那麼 曹茂團絕對是無法應對的 畢竟魯夫扛黃源 索隆還扛陸基 就沒有第三個有魯夫索隆那麼強的人物 換個順序 魯夫打五老星 索隆打黃源 香吉士打陸基 但海軍這邊還有一隊中將 還有次天使大軍 根本沒辦法打 所以如果五老星進來的話 那麼就意味著 曹茂團很有可能戰敗 但劇情不可能給曹茂團輸掉 除非這裡有援軍來幫忙曹茂團 援軍之前有說過很多人有可能 假設是熊來的話 那麼就對應泡泡島的時候 把大家再次拍飛之類的 如果沒有援軍的話 那麼五老星是不太可能進來的 第一草帽團必須不敗 再來就是其實逃生路線已經很明確了 貝加龐克說了不能從正面應酬 因為敵軍都在正面 所以他們策劃了一個方式 貝加龐克說 我想用貝加空軍一號 飛過海軍的包圍 可是那個機器人只能在彈頭島的領域飛行 超過這個範圍就會掉下去 霍姬說了 不怕能飛那麼遠就夠了 桑尼號能用空來炮再飛一段 所以這逃生計劃 是真的有機會讓五老星撲空 畢竟如果五老星現在不進來 草帽團逃離的同時 五老星也碰不到他們 第二逃脫路線完善 這些就是五老星會進來 跟不進來的推論了 大家覺得哪個比較有可能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討論 剛剛有提到五老星是 刺天使最高控制權 代表著他們一定能控制刺天使嗎 意思應該是如此 但有一個例外就是 刺天使並不會被五老星控制 那就是刺天使女帝與魯夫的特別故事 當時魯夫拜託刺天使女帝 幫忙解開弗朗基石 女帝突然臉紅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上帝視角的我們知道 這就是DNA的觸動 也就是女帝本來就愛魯夫啊 最後幫助了魯夫 貝加龐克也發言說 真奇怪 應該沒有這種程序啊 也就是這東西是打破程序的 所以別的刺天使 應該是絕對會被五老星控制的 但女帝有機會 不會被控制 畢竟打破程序已經實現過了 再來說一下即將要對打的 索隆vs陸基8 這兩人其實有一面之緣 在司法島的時候就有對戰過了 但是當時陸基實力是與魯夫相近的 所以索隆被打爆了 但如今到了現在 雖然陸基剛開始來的時候對手是魯夫 但事實上陸基根本沒有辦法 與無黨魯夫對打 而索隆有了大幅度的成長 實力是無限逼近魯夫的 所以整體來說索隆是不太可能會輸的 最後就是黃元貝加龐克戰逃丸 這三個人之間的三角關係了 大家應該都知道大概故事了 黃元與這兩人有特殊的劇情路線 黃元對戰逃丸下手的時候是有點猶豫的 看他與無老星的對話就知道了 那到最後他真的會對貝加龐克動手嗎 這還真的不好說 因為實際上只交代 黃元是戰逃丸 類似於師父的存在 但沒交代清楚 黃元與貝加龐克更多的特殊關係 目前只知道黃元應該是貝加龐克的保鏢之類的 有沒有可能有進一步的關係呢 這是有可能的 畢竟黃元小時候是愛讀書的 有沒有可能也是被貝加龐克影響 這劇情是可以期待的 最後照慣例來分析一下劇情可能的走向 首先就是草帽團會全身而退來到愛爾巴夫 畢竟故事要拒去 所以草帽團一定會逃脫成功的 再來就是草帽團不會成功撤隊到愛爾巴夫 畢竟如果現在去愛爾巴夫很有可能就遇到紅髮了 那要怎麼不成功撤隊呢 可能羅賓被黑屋子海團綁走 然後草帽團先與黑屋子海團開戰之類的 又或者說草帽團的計劃會被海軍給打亂 只能說草帽團這次可能不能心想刺成了 但就看韋田怎麼安排 畢竟去哪裡都是可以很好安排劇情 有點五五開吧 大家覺得草帽團會成功去到愛爾巴夫嗎? 或者不會那會去到哪裡?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喜歡以上的分析請點個喜歡留言 這樣才會讓YT演算法讓更多人看到的感謝 也歡迎加入我的DCE淘汰賊王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我們下次見 掰掰